大家好,我是中国最不红的音乐人资博 2019年这要过去了 今年音乐圈最大的事儿就要数 资博的全网粉丝从5万涨到了80万 但我依然要贯彻最不红的名号 这样才符合我高傲又自卑的人生 这是什么新的slogan 开玩笑啊 我这种小喽喽是摆不上台面的 看到音乐圈OG驰兵老师写了文章 盘点了2019的音乐界大事 我边看边有一肚子话想说 那就借他整理的事实 我胡砍一番吧 只要我说的够快 差评就追不上我 建议一口气看完 可能得罪人可能会招骂 高傲如我绝对不怕 还不是仗义自己不红 要说我大哥华少套话技巧 跟念广告一样溜 成功让郑军大哥张飞华 今年刚开篇就一炮 把整个华语流行音乐都红了 我这歌十首六百八九首 我自己听不下去 但是呢 现在是因为周围的人告诉你 这个东西很火 是因为这个人很火 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个歌也应该 它虽然火 但是我一听这就是屎啊 但是使你非说它火 它火 它好 那我也没办法 我还好我没上班 save 虽然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基本逻辑还是基于作品的好坏 只不过把圈里私下聊天的语言公开说了 媒体们嗅到了搞事的血腥味 不转不是媒体人 其实私下的用语比这个不雅多了 比如说 比如什么比如啊 货从口出啊 今年在我是创作人里表现不错的曾一可 却因为在机场过安检时不配合检查 还发微博dismindic成为了全民学习法制的闯口 我本来挺欣赏他在我是创作人里的表现 跟音乐没关系啊 就是喜欢他老娘强无敌的态度 但是这种态度带到舞台下面就不行了 安检是与死亡一样公平的东西 使狮子座不能作为理由啊 人家又没说 同样在我是创作人被大家重新认识的王源 今年出了新专辑 原拍了首场个人演唱会 王源工作室也请我去现场看了 台上台下氛围都很好 有种愿望一一实现的感觉 结果大众的焦点还是被一根烟带走 厌恶把所有作品全遮住了 不过啊 大家的严格要求也有道理 毕竟粉丝群体年龄普遍偏小 有责任把大家引导好 好好学习坚持创作 你的机会和平台比其他人好太多了 为了实现音乐的目标 也得管理好自己 希望你以得意双心的刘欢老师为目标 今年播歌手来这儿 我工作特别忙 没怎么看 但还是成功预测了刘欢老师的夺冠 实力强劲 流行音乐教父绝不过于 但歌手搬到现在 本质上还是听老歌看老人 新作新人的处境依然尴尬 这就是原创节目充满着好的新人新作 依然成绩不佳 这份悲情啊 只有真正的爱乐人才能体会 话说啊 成功预测的中国好之音冠军 歌手冠军 周杰伦与阿兴合唱新歌的滋伯 到底还要怎么做才能立起代孕家的人设 爱丽人生有这么难吗 我看吴亦凡就不怎么难吗 那段全网嘲讽吴亦凡的时候 我做了几节目说吴亦凡的歌其实还不错 之后的评论区 是我第一次对流量用实际的体会 一边是歌迷的感谢与烹肠 但压倒性多的是嘲讽与辱骂 啥叫辱骂你懂吗 就是毫无顾忌的用最恶劣的语言 倾倒在你身上 现实生活里就是 大街上隔着500米看见 就冲刺过来砍人 那种 比前面说的音乐圈同行互相dance 可要难听多了 结果今年 吴亦凡把网上流传极广 万恶之源的大碗宽面段子 写成了正式的歌 大碗宽面 大大方方调侃起了自己 网友们又是一顿 吴亦凡对不起的刷屏 这个人类复读机的本质 总结的太精疲 建议社会学专业研究一下这个案例 当然演艺行业的同事们 更要结合蔡徐坤的案例好好思考 因为NBA推广大使的身份 唱跳rap篮球 Gini太美 被网友玩坏 这处境跟原本的吴亦凡很类似 不过一封律师函 格局 格局不行 当时我还发帖 劝蔡徐坤放宽心 有粉丝在留言里质问我 如果是我的头被做成 割下来当球打 什么感觉 我想想 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确实不爽 所以本来还是占点理 结果愣是被操作成了全网公体 蔡徐坤本身素质不错 也经过了多年的奋斗 也是不容易的 好不容易有了点进展 如果因为公关太差而失败 也是非常客叹的 再加上后来的周杰伦超话事件 被打的宣布退出超话 这公关leader真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自博的贵人周董 今年所有的新歌话题演唱会 我到第一时间为他支持造势做节目 经常是在工作结束后熬夜赶制 回头一看 周杰伦的节目居然坚持做了一整年 在此特别呼吁歌 请我喝杯奶茶 从出道以来各唱不断的劳模周董 今年自降身价的参加音乐节表演 还引发了一阵讨论 其实在哪不是唱歌呢 真要论质感的话 我觉得音乐节比拼盘商演强多了 你还不知道周董还去唱某化妆品的年会来 就是传作出说好不哭的我的学妹他们的公司 据学妹说 周董一出气氛立刻演唱会了起来 全程面无表情的40岁左右的财务法务们 蹭了就站起来了 这不就是享受音乐最原本的状态吗 那有什么高低之分啊 三块钱听周杰伦的新歌说好不哭 为中国流行音乐付费化的转型立下里程碑 国内音乐APP逐渐提高播放门槛 越来越多的歌需要付费播放 腾讯音乐第三季度在线音乐付费率达到5.4% 付费用户量达到全球第三 我本人的所有音乐节目文章都是免费的 因为都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创作 不牵扯到别人的劳动 我本身的理念也是道士天下人的道 知音难求 你爱看爱听就随便看吧 不过在产业中的音乐人 从创作到后期到宣发 每个环节都有大量成本支出 收入如果能从音乐本身获得 当然是最健康的循环 所以在线音乐付费化 我是绝对支持的 产业是多么重要 邓子奇与旧东家解约后 还愤愤不平的写歌 9月成为油管上 首位点击率过两亿的华语歌手 只有产业健康了 歌手才能尽情发挥才华 最近他的新歌也酷得一笔 安心于搞创作才是创作歌手的本分 我一向的观念 搞音乐的人 八卦人品什么的 哎呀那都云山五丈 外人哪里搞得清楚 我都不在乎 用作品说话 就这五个字 是我评判艺术家的唯一标准 今年乐队的夏天热播 可喜的是 主要还是集中在乐队的作品本身 让国内的乐队文化稍微升了点温 绝对是老师 但调性太高级的后果 就是影响力 事实上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这也是我们行业面临的一个现象 这部分我会在另一集 说真话的节目里 跟我的搭档徐导展开聊一聊 乐队的夏天 除了提升了几只乐队的知名度 还有个额外的收获 就是让大张伟 找获了做音乐的激情 一方面 大老师是个人尽皆知的音乐鬼才 另一方面 他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创作人 大老师也367了 名利也得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重拾创作的初心了 这种找回音乐状态的感觉 在年初极客电音节目 他就已经有所展 玩龙再画彩虹 你觉得土觉得傻 难道欧美的流行电影 让你产生了哲学的瑕疵 还不是一起在草地上蹦的吗 嗨就玩事了费什么花 人家虽然老拍MV网站音乐台倒闭了 但MV还是要拍 滚士唱片公布的 明天会更好高清重制MV 听着罗大佑先生的创作 看到那么多了不起的前辈 让我不禁思考 我们有没有变得更好 新闻与话题只能带来一时的流量 能长久留下来的唯有作品 好音乐即便一时被埋没 仍有重获新生的机会 在这里勉励所有创作者们 在揣摩市场争夺眼球的同时 找回自己对音乐最初的喜爱与感谢 坚持创作 做一个有理想的音乐人 明年也请各位观众听众 继续多光临 高傲又自卑的直播 会表达更真实更犀利的观点 我最不红 我怕谁呀 好 下一集是我为铁粉们准备的年终特别节目 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也许我回答了你的提问 记得看哦 好的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歌单更壮大的话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不错过任何更新 节目内容仅代表我的个人感受 我是资博 我们下集再见